这位家长你在报专业的时候 你不能只看一个专业的好 你也要看到一个专业的不好 比如说学医 学医是好的吗 你知道医学专业有一个话叫做 确认学医天打雷皮 为什么有这句话 因为学医成才时间较长 如果说你考研考不上 一年考不上考两年 两年考不上考三年 我见过考五年的都有考的 没办法 你想从事这个医学必须得学医 但是在中国很少有行业 叫越老越吃香 医生是这样的 这位家长你要记住 好与不好 不是说你上了就定的 是你未来毕业定的 你毕业是什么样 真不一定 我刚才为什么给你强调 我说一个学校一个专业 毕业那么多人 你上了那个河北十大 你认为最热门的专业 这40个人 毕业以后就位公司一样吗 不一定